接下来播出女人好犀利 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 这些宠物活在金字塔顶端 我的包 它喝水 它居然会败过了 天空 如果没有放在神台败过 不喝 没有想到我买到的是澳洲牛 它就是不吃 搞了半天 它不吃美国牛啊 哪有人都分得出来 每个人都要过中秋节 为什么它不能过中秋节 那我就买了 重变 她说玩SPA以后为了参加就很难 这一集好像是错了 女人好适逼今晚 宠物当皇帝 你是小李子 今天我们的摄影棚呢 不只是人很多 对 动物也很多 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真的要改写 你说你狗眼看人低啊 你这狗奴才啊 没有跟你讲 现在人过得不定比狗好 所以看完这集之后呢 你们要认住这几个主人的脸 希望下辈子如果投胎的话 到他们家 当宠物 他们对他们的宠物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我也不智能照顾他们 对 今天到底 宠物能够过多好的生活 是你永远想不到的 我们就来见识一下 你以为你命很好吗 狗狗都比你好 对 狗狗比你这样的观众群乎 大家要反省 要想一想 OK 首先第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郭雨晴 还有他的米格鲁塔塔 好 我们的塔塔 应该说从地狱到天堂 因为他是路边捡来的 OK 之前就有个新闻 就是有一个是流浪狗 然后后来被人家捡到之后 对 那个主人多有心 在他环游世界 五大洲 然后去各个流浪动物之家宣传说 其实呢 流浪狗可以过得很好 对 后来这狗狗就变成流浪狗的代言人 真的 但是把那一段 比起来你过得还好 对对对 那一段要把他耳朵捂住 不要让他听 对 不想让他去做好了 OK 堂堂 下一个 可是很有爱心捡的地方 好 接下来第二位呢 是我们的徐小可还有辣藏狗 爹爹 嗨 对 因为他有个哥哥比较长 所以哥哥就叫隆隆 所以他比较短就叫爹爹 然后因为想说要国际化一点 不要用爹爹 感觉很爽 短短的 爹歪爹 OK 听说 这只狗身价非凡 你来跟我们聊一下 好 接下来第三位呢 我们是这个曾婉迪拉的 红贵宾BUBU 欢迎 大家好 你不要一直讲话好不好 人家开场 你也开场一直讲 他的这个尾巴 摇到我身上 他尾巴一直摸摸 小心 他很兴奋 而且你们两个今天是穿 那个主人鱼宠物装 我今天是他的Key版 你是配合他有没有 对对 我完全是跟他融为一体 好了 不要再说 他还打领带 超可爱 这些性情还好吗 他好 他应该非常好吧 因为他现在看到他 他就整个疯了 因为那只母狗 一针一直想要表白 但又没办法 所以你是说狗界也是喜欢 一白遮三丑那种就对了 对对对对 没有 他现在刚好是发青棋 OK 冷静一下冷静 没有叠炸吗 没有没有 好 接下来介绍这一位呢 是我们这个 宠物精品业者 Anna 还有她奶油贵宾小米 嗨 大家好 我今天带的是 我们家客人的狗 他是全世界最幸福 而且有公主病的狗 他叫小米 听说他的主人对他非常非常好 是喔 他 你看他竟然都不看你一眼吗 他讲话也拍摇我们 真的耶 他是睡觉睡到自然型的狗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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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都应该都睡到自然型吧 对啊 主人没事会咬着 快起床 我还要按闹钟 而且要啪啪 啪啪 这样子不可能嘛 没有她今天穿的也挺贵气的啦 对 对啦 公主公主 真的谢谢 好 接下来最后一位呢 是我们的班杰还有的猫麻棒 欢迎 麻棒 麻棒是一个很敏感的猫 再去一个天底的环境 我真的觉得养狗的人跟养猫的人 是两个完全不一样 整个不一样是不是 你知道 这边过去都很欢乐 然后到班杰那边就 就阴沉 就这样下来了 我必须保护他好不好 很多猫是 猫是女生在养比较多的男生 对啊 也有男生喜欢养猫的 真的喔 对 其实养猫是比较轻松的 因为他其实不用耗那么大的 所以你不用遛他 不用陪他玩 对 但是如果上节目 然后其他的来宾都带狗 我就比较辛苦一点啊 也对啊 他用骄傲的语气在讲 那是真的生命还是玩偶啊 你会不会今天是带一个玩偶来 其实他不是玩偶 因为必须把他放在这个笼子里面 他才有安全感 OK 对 好 我们应该来聊一下 先从这一只好不好 他叫嘟嘟嘛 唐唐 你到底什么意义啊 是嘟嘟哪来的 虽然他是狗 他名字也不能叫错 他说狗字的好不好 他叫唐唐 唐唐 他怎么来的 其实应该这么讲 他是流浪犬 然后当初我捡到他是在 之前因为我一边在购物台上班嘛 然后就是在购物台的门口捡到他 然后那时候其实他很可怜 应该是生完被人家丢掉 那因为台湾其实真的很奇怪 我真的劝大家还是不要买狗 真的用刃养的就好 对 因为大家喜欢看电影 就是看过一场电影之后 然后跟狗有关 隔一阵子 那一种狗一定都会流浪 对 之前大麦丁 气仰潮 然后像他也是啊 黃金 黃金猎犬也是 所以真的好 好心疼喔 好可怜喔 那你是怎么 你怎么会碰到他之后 你就决定说我要什么 因为路上有这么多流浪貓流浪狗 为什么是他呢 因为那时候我就问那个大楼警 我有说他在这边多久 因为他很亲人 他一看到人就想要过去 刚刚应该看到你们都好开心 有没有 然后就很爱很爱人 然后就说 那这次应该是有人养的才对啊 然后他说没有 已经大概流浪了 从早上十点多到 我去的时候是傍晚 所以已经在那里大概 至少有七八个小时 然后都没有 有人跟他玩 可是就是没有人会带他回去 那我就觉得好可怜 像这种狗 他根本没办法求生 那你有带他去 比如说 推入晶片 有 我就带他先去医院 先看有没有晶片 找主人 然后后来没有 就是没有晶片的 然后应该是就是 刚生完baby 有可能是繁殖场 或者是 对 然后就是生完baby 被丢掉的 所以刚刚说到说 呼吁大家不要买狗 就是说 徐小可你刚刚在那边对什么 你们花多少钱 买这只狗 不是 买了就不好好 我刚刚要点头吗 有 你要说对 我有听到 买了就好好对他就好了 其实这不是我买的 因为如果是 吹也自己老公 或者是 我知道他那时候 花这么大的钱去买的话 应该会被我充卖一顿 这是结婚前他买的 对 然后他那时候 买的时候才 刚带回来才两个月 然后那时候买第一 这是先买他 因为 他去的那个 饲养的地方 他就蹲下来 然后同时间就有很多 蜡肠狗往前冲 然后只有他跟Ben 对到眼 就激起了火花之后 他就觉得要带 决定要带他回去 一见中心 一问之下呢 那个四族才说二十万 什么 为什么贵宾到二十万 太贵了吧 他是蜡肠 蜡肠 蜡肠 他记人 他记仇物的名字 他记仇物的名字 跟种类比较好 我记得你怕狗 太好了 蜡肠怎么样 蜡肠 就是因为他比较特别 他是大理石花纹的 其实比较难见到 就是他的毛 因为很多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 遛他的时候 很多妈妈都会说 怎么那么脏都不去洗一下 没有 他是天生就这样 他是天生的花纹 然后带回去之后呢 那个四族就说 你要不要带两只 因为 有打折吗 没有 他是一次生六只 可是呢 妈妈只有在第一只 跟最后一只 是大理石花纹 其他中间都是奶油色的 而且 最后一只更特别 也是黑白的 对 就是更特别 而且Ben又热爱迷彩 他就觉得 哇 带两只迷彩狗回去 然后 他为什么要带两只呢 是因为 他说他有忧郁症 如果不带他回去的话 他会不吃东西 然后Ben就不信邪 他就想说 哪有这么夸张 他带回去 真的一个礼拜 只吃了大概五六颗私料而已 好可怕 没有兄弟姐妹陪伴 然后就回到那个地方 把他带回去了 然后四族就说 那你既然都已经买了一只 我第二只就打你八折 好吧 那也是 对 那就带回去了 就是旁边那是迪迪 可是因为他比较长 就叫他哥哥 就有隆隆 隆隆 所以是黑灰色的 对 两只这样三十六万就不见 三十六万就不见 Ben很有钱 最近过得不错 嗯 现在沦落了 现在已经沦落了 现在已经沦落了 对 对 那时候就吃心疯 因为他讲说有要养个宠物陪他 嗯 对 然后又怕他忧郁症 对 然后那时候养他的时候还蛮辛苦的 因为他是带回去完全不吃饭 嗯 他吃饭是要有人陪 40分钟吃饭 你要40分钟说 你好棒 你怎么那么厉害一直吃饭 哇 你真的很强你知道吗 到现在都还要这样吗 现在比较好 现在比较好 但是他以前吃饭要40分钟 然后他会护着那个碗 一直用嘴巴顶 嗯 顶他顶顶顶到房间去 然后护着他 他就不吃 嗯 然后哥哥如果过来要吃的话 他就会凶 就40分钟一直在上演这个戏 所以你没有想过 是你们把狗宠坏了这件事吗 对 我们家狗40秒就可以吃完一盘 对 对 都知道 就是一直有这样的病在 然后现在好多了 对 所以有公主病的应该是他吧 对 他是男孩 小妍 小妍 所以你这一只 这个等于零元嘛 对不对 那你这一只是10 20万 那婉婷你这一只 我这只很凭借啊 4万块而已 4万块 4万块你是借吗 欸跟他比起来算很便宜了吧 我是错误的示范 而且其实我家是 从小到大都有养狗 然后我从来都不是我自己照顾 就是我家人 我妈妈很喜欢狗 所以有公主病的是你吗 对 差不多 但是因为 之前那一只狗就是被车撞走了 然后我妈妈没办法承受 对 然后他就觉得说太伤心 好像自己的亲人离开 然后他就觉得说他不要再养 因为他承受不了那种痛 然后我就觉得说 有这么严重吗 不过就是养一只狗 有这么严重 就有这么严重 结果我跟你讲 我买了他以后 患我有忧郁症 我好像那种产后忧郁症 你知道吗 一点小事我都会为他哭 我觉得好在乎他 他的那种一平一笑 都影响到我的情绪 一平一会 诲 他现在笑不出来 他现在就是有点累了 你想睡一觉这样子 对尤其是 就我带他回来的时候 刚好就是过年的时候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很懵懵懂懂 就是到處亂跑亂撞 他不小心就撞到那個玻璃門 因為他是透明的 他沒有注意他就撞下去 他就當場昏過去了 然後他那時候才兩個月 我嚇死了 然後過年我去哪裡找獸醫院開門 然後我就一邊哭一邊抱著他 然後打電話給我媽媽 他們在台中過年 然後我就說怎麼辦怎麼辦 我現在就是不不昏過去了 我沒有辦法 我就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樣子 然後我一直哭一直哭 他們就說你不要緊張 然後你先看看他 現在還有沒有喘氣這樣子 然後我就抱著他就 就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就是對著他的嘴巴吹氣 眼光呼吸 對 我以為就是你就是 那時候已經慌了 就是什麼方法都好 但是他後來就有反應了 然後我才就是放下心這樣子 對啊 但我覺得有養狗 而且是真心愛狗的人 應該都會知道 其實狗真的就是跟你 有點像生命共同體 真的 的那種感覺 就是他開心也會開心 然後他難過你會難過 當然你難過的時候 他也會難過 你開心的時候 就是真的就是互動非常好的 可是不知道貓 會不會也有這樣的感覺 這一些寵物吃得比人還挑 我的帽 他喝水 他記得我敗過了 他一顆車 我怎麼沒有放在神台敗過 好不喝 沒有想到我買到的是澳洲牛 他就是不吃 搞了半天 他只吃美國牛啊 哪有這個分得出來